和朋友一起,两个人来吃个面 先要了一个小碗的表表面 面条是现改现下 小碗的表表面是两根面条 大概就是四两多 面条扯开,然后下锅 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煮好了开始调味 加上西红柿鸡蛋 然后是肉杂酱 抓上一把小葱花 然后撒上辣椒面 辣椒面可以多放一点 下边是油泼 刚泼好的油泼辣子还散发着香味 这个看着辣椒多实际上很香 而不是很辣 这是个三合一 就是加了西红柿鸡蛋 肉杂酱 还有油泼这一下 如果是大碗 就是14块钱 再加一根面 也就是六两面 但对于我来说四两面就够吃了 把这个面迅速的搅拌开 三合一的这个扫子比较丰富 所以搅拌开以后呢 这个面条每一根的裹满的这个料 剥上几个大蒜就可以开始 这个面条非常的劲道 面汤是自盗 原汤化原石 还可以拼上一份凉菜 这家凉菜的也算是比较丰富 而且老板也比较大法 每一个菜都给你拼一点 最后是满满的一盘子 自己熬的冬肉 特别好吃 最后再放了几个花生米 其实老陕的比较爱吃凉菜 吃面之前先来一个凉菜 解解馋 又要了一份菠菜面 其实在陕西吃面 没有必要去那些特别知名的大店 只要是手擀面 手工面 路边的小摊小店都不错 毕竟是吃面的大省 只要是能开店 然后生意不错 很多老百姓在上吃饭的地方 味道都不错 这个菠菜面是个四合一 西红柿鸡蛋 肉臊子 还有素臊子 还有油泼 要的也是小碗 这个绿颜色的就是菠菜面 它是把那个菠菜打碎了以后和面 这个绿色是天然的绿色 吃面如果是不吃蒜 真的是香味少一半 刚做好立刻就吃 搅拌开以后 这个是有空感最好的 这也是一个小碗 实际上呢 一个人吃是足够的 我们是两个人换着吃 各自把对方的面都尝尝味道 吃到最后呢 实际上这个味更足 因为这个料都在底下 肉臊子和素臊子都炖的是软烂入味 一碗面的十来块钱 好吃也挺饱 这一碗面吃下去真的能顶一天 老百姓吃得起也爱吃的东西 才是最有生命力的